原来这才是郭德纲王会不让郭麒麟和颜鹤翔玩的原因 郭德纲是真拿徒弟当亲儿子 看到颜鹤翔43岁还找不到女朋友 可不老婆急坏了 在国外帮颜鹤翔现场征婚 9月中旬 郭德纲带着亲子哀徒来到了墨尔本商演 当天恰好赶上颜鹤翔生事 郭德纲为徒弟提前准备惊喜 不过随着颜鹤翔这个生日过完 他的年纪则又要长上一岁 在德文社43岁还不结婚的艺人还是十分少见的 难怪郭德纲王会不让郭麒麟总跟着颜鹤翔玩 老郭本打算在50之前就能抱上孙子 可随着大林年纪越来越大 在感情方面却一点消息都没有 这可把郭德纲急坏了 甚至还将这个郭甩给了壮壮 直接就要给壮壮来个现场征婚 好像颜鹤翔结婚了 大林就能找另一半似的 不过除了郭德纲替颜鹤翔着急之外 颜鹤翔的母亲才是最急的 此前网上传出 颜鹤翔成了等于寡妇 本意是说大林抛下搭档 自己出去接戏拍电影 但颜鹤翔的妈妈还以为儿子找了个寡妇 听到儿子找女朋友了 颜鹤翔妈妈还挺高兴的 哪怕是个寡妇也行啊 不过可惜颜妈妈要失望了 而除了不结婚之外 王慧不让大林跟壮人一起玩的原因还有一点 那就是太危险 我师娘嘱咐过大林 不要跟颜鹤翔老在一块玩 因为我师娘知道我到处野 老爸我就是跟我玩危险 这是我跟大林刚搭档 是大林跟我说的 是我爸跟我说了 就是在一块研究艺术行 出去演技别跟他去 其他相声演员对接下来一年的规划 都是去哪哪演出 在艺术方面再接再厉 可颜鹤翔却骑着摩托车全球各地的跑 前段时间他还来了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直接从北极骑到南极 期间需要经过不少危险地带 甚至还有无人区 一个不慎就有生命危险 所以王慧经常在大林身边念叨 研究艺术行 可千万不能跟着颜鹤翔将出去玩 简直太危险 颜鹤翔将恐怕也没想到 自己居然是师父师娘的重点防范对象